朋友们好,我是小三皮,我现在在济南市中区的永长街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座清真寺实践于元旦 在明宣德年间迁于此处,后历经多次维修,保存至此 在此也是大家熟悉的回民小区,称之为清真南大寺 这是实践于清朝先锋年间的清真女寺 据说当初在修建回民小区的时候又重新了维修 这座清真女寺当初也是唯一一座阿拉伯式的清真女寺 同时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 眼前的建筑是清真北大寺 始建于清乾隆年间 在这一条街上有三座清真寺 通过石碑内容的呈现可以做一番了解 在这百米老街当中分布着清真南寺 清真女寺清真北大寺 这三座清真寺历史年代都交为久远了 能够完整的保存至今也实处难得 清真南大寺和清真北大寺两座清真寺 目前都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古建筑 从整体外观来看 清真寺建筑也是比较上规模的 里面咱们就不进去了 简单在外边给大家拍拍一些街景 其实在咱们回民小区附近的这些老的街巷当中 还保留了很多的一些古建筑 除了大家熟悉的长春观之外 在这些巷道当中还保存了一些老建筑 眼前大家看到的是咱们过年时间比较熟悉的西关高桥队 就在此 远处的这座二层建筑通过镜头展现 可以看得出来年代也较为久远了 不知道过去这座老建筑是做什么用的 到时候有熟悉的老师还不要留言告知 走过济南的老街巷 寻访陈峰记忆的一些老建筑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看